我们有成米 如果肿瘤生少少都是2-3cm 一扎就跑出来 一扎很小 一cm之内的东西 托托托托 成米 不知不觉 是否这样 若果真是 纯粹以抢内的撤除 例如我给你们看那段视频 纯粹以抢内的抢 其实抢内的抢是没有辨认到的 但若果要将大抢有一致要撤除 我们就不认为2-3cm 我们就撤它2-3cm 因为大抢内的弓血 是有固定的模式 我们需要依据大抢的弓血位置不同 来等外科医生决定 究竟撤哪一部份的大抢 是有一些固定的设法 不是说他今次生在这里 之后我就将那里 即我们在街边剪鸠杂 这一抢 不是这样的 不是那么随意的 即是肯定要 弓血就是这部弓 这部入这部出 或者这部入血 这部入血就不能剪入血的位置 是这样的意思吗 是 否则不然之后再拼抢 那条抢是会有问题的 即是拼不回 因为我们这样想 正如你所说 我们不是剪鸠杂 我们要一个病人 一来 他的扭要出来 要确保刺得干净 二来 他的肠要用得到 要用得到 即是拼得回 他不会断开两折 而且他仍然可以维持肠的功能 对病人说的有什么影响 是否可以维持肠后功能无一样 或是平时去厕所 没有分别 这个很视乎 究竟肿瘤的位置在哪里 以及程度有多深 若肿瘤 现在这个年代 去到很接近肛门 其实才是要做一些维狗组合 即是维狗组合在肚子里开个孔 对 就是排便 但若非在大部分情况下 其实外科医生都应该 可以帮他们 直接 或是在第二次 做手术的时候 拼回腸 令到腸维持本身继续通畅的功能 如平时正常的排便 而且 刚才你所说 大肠也要整米长 切了一大截 也好 很多时候他们 在头头的阶段会逃拼 会拼大便比较稀 但慢慢身体适应了 其实他们会正常拼普通大便